提到太平洋战场上的奇葩将军 你会想到谁 是昭和野爹五星天皇麦克阿瑟 还是一天玩费四艘航母的日军大将南云中一 可在太平洋战场上还有一位赌鬼将军 他逛窑子嗑药视赌成性 因为赢的太多 连赌城都将他拉入了黑名单 战争既是赌博 是他的座右鸣 富贵显中求是他的人心信条 他因偷袭珍珠港一战成名 也因被美军偷袭一命呜呼 他就是赌鬼将军山本五十六 真实的故事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 1884年出生于日本长刚凡 他的父亲高野真吉是当地软饭硬吃的坠婿 入坠后娶了一对亲姐妹 连生了六个儿子 老六出生时他爹已经五十六岁 就被他取名高野五十六 32年后他才改姓山本 山本的童年用两个字形容 就是穷横 父亲的工资根本养不起六个儿子和两个孙子 比山本大十岁的孙子没钱治病死在家里 孙女高野精子 14岁就辍学当了护士 山本五十六曾被寄宿在亲戚家 每次吃饭就像饿狼一样 有一次亲戚就嘲讽他 五十六 你怎么不连桌子上的铅笔也吃了呢 山本五十六先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随后拿起铅笔掰成几顿 直接吞进了肚子里 扔下碗筷后扬长而去 食物宝的山本就找上五个高野鸡八 每天跟着他打鱼果腹 为了霸占渔情更好的水域 他们隔三差五就要和邻村的小孩 开着渔船打架 山本擅长在炉尾里搞偷袭 赢得了长岗小参谋的称号 邻村的孩子们不会想到 这个只会偷袭的老六 有天会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 1898年 山本五十六的远房姑父野村真 当上了日本常备舰队司令 官拜海军少将 三年后 山本五十六考入了江田岛海军学校 成绩栏里品行一栏写着96分 全校最高 可这并不是说明他的品行有多端正 而是他的价值观与日本军国主义完美契合 山本五十六从军校毕业后 四年就在日进号装甲巡洋舰上 担任船令兵 日本海军曾在甲午海战中 击败了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 清政府为了求和赔偿白银两亿两 慈禧太后为了赎回祖坟 更是附加了三千万两赎疗费 这令日本的野心迅速膨胀 又发动了对沙皇俄国的战争 1905年5月27日 日俄对马海战大响 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巴郎大喊 皇国兴飞再次一战 渴望建功的山本五十六 第一个大喊天皇万岁 就冲上了船头 可刚冲上去 他就挨了一发炮弹 弹片炸掉了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 还在身上留下了120多处伤疤 这场战斗 日本仅损失了三艘鱼雷艇 就击溃了21艘沙俄军舰 大获全胜 躺赢的山本五十六 回到日本 得到了六等功勋 续日章 他经常还对众人展示 自己受伤的左手 就差彼个夜来炫耀一下 此时他的孤父司令已经归西 在临终前 将山本托付给了 自己手下的陵墓大佐 靠着这层关系 山本五十六 顺利进入了海巡泡兵学校 水雷学校和海巡大学 军衔也从后补少尉 飙升到了少佐 1916年的一天 一名神秘老头 突然找上山本五十六 要给他个一天改命的机会 原来山本的父亲高野真吉 曾是长刚第一武士山本带刀的手下 他们集结了700人的叛军武士小队 硬刚四万名配着加特林的天皇部队 结果可想而知 山本带刀被单场砍头 高野真吉则侥幸活了下来 明治天皇大赦天下后 恢复了山本家长刚第一名门的身份 可山本带刀只有一个女儿 无法继承家业 山本家就希望已经官知少佐的五十六 能改姓山本继承家业 其实换仙人这件事 本就是他们家的老传统 当年父亲入罪后 就把姓从长谷川改成了高野 自己就不能把高野再改成山本吗 如果有了长刚第一名门的身份 前途必然不可限量 他正准备答应 可老头又提出了一个尴尬的请求 山本带刀已死 没法说他为义子 但他女儿还活着 这个儿子得先见个辈才能当 对于老头的请求 五十六咬咬牙 姓我都改了 为了能当上第一名门 再见个辈也行 他的五哥高野纪八 就以他武叔的身份 为五十六举办了改姓仪式 日本一代名将山本五十六横空出世 有了名门的光环加持 前来攀亲的人络绎不绝 一名姓高桥的老汉 有五个女儿 分别以仁义理智系命名 让山本随便选 有小礼而无大义的山本 就选到了他的三女儿 高桥李子 婚后的山本也并不老实 天天在烟花柳巷 寻欢作乐 还勾搭上了一代名记 和和千代子 倉管的女人给客人修指甲 一个指头一毛钱 看到山本五十六的手 就给他取了个外号 八毛钱 中日沉迷倉管 山本的身体吃不消 经常靠一种 叫做突击定的药品提神 其实这种药 也是日本士兵的常备物资 主要成分是甲基本饼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除了黄和毒 山本五十六最上瘾的还是毒 他曾被日本 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在这里 他听说日本武官 山田健三 老是在赌桌 被老外赢钱 非常气不过 就自己坐上赌桌 大杀四方 把迎来的美元 扔给山田健三 还挖苦道 山田军 你可不能老是给外国人做贡献 不仅如此 山本五十六周游欧洲时 经常光顾摩纳哥 蒙特卡洛大赌场 赌场老板 见这家伙逢赌必胜 就要求他不要再来 把他拉进了赌场的黑名单 山本五十六 愤愤不平的说 可惜我就要回国了 如果再给我一年周游欧洲 我会为日本赢回一艘战列舰 嗜赌如命的山本五十六 对将棋 桥牌 围棋 象棋 也非常精通 他曾和同学小雄军下棋时输了两局 在遭到嘲笑后 就硬是拉着对方连下棋十五局 用整整二十六个小时 熬服了对手 获得了海军棋胜的名号 日本海军元帅 福建公亲王也以棋胜自居 就传山本上殿杀两局 山本来到亲王府 刚一交手 就发现原来亲王不是旗下的好 而是抬头的好 别人只是介于亲王的身份 不敢赢罢了 他在三天里连赢亲王九局 亲王不但不生气 还对他的奇迹赞叹不已 两人成为了至交好友 福建公亲王是御人天皇的叔叔 正是当时日本海军的实际控制人 1939年9月1日 就在德国陕西波兰当天 山本56在亲王的提携下 就职联合舰队司令 次年刚下水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 就成了山本的豪华饭店 战列舰的甲板上 30个钓鱼佬 限钓新鲜食材 最名贵的鱼 会被后厨做成刺身 端到山本面前 当他的手触碰到餐刀的那一刻 一支军乐队 就要开始长达40分钟的演奏 饭后还有冰淇淋和新鲜水果 这个赌徒享受着人生的巅峰时刻 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战争纪赌博 他将以太平洋作为自己的赌桌 用尖船力炮 进行一场大胆的赌局 1941年 日本陆军接连在我国和苏联受挫 天皇日命东条英姬为内阁首相 准备同时对中苏美英法全面战争 英美两国对日本实施禁运 日本军事发展陷入僵局 东条英姬下令全面南进 侵略太平洋 在山门56看来 在当时美国拥有占全世界40%的黄金储备 石油产量占全球66% 美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一旦运作起来 日本的资源根本撑不了多久 但作为一名渴望建功的赌徒 山门56还是主张 假如要对美国开战 就得富贵显中求 如果日本海军舰队能奔袭3000海里 袭击中中港基地的三艘主力航母 就能争取6个月到一年的优势 再利用太平洋岛屿作为跳板 登陆旧金山 以航空队闪击华盛顿 即可逼迫罗斯福投降 这场豪赌里每一步都是险期 12月7日 山门56下令日本舰队进攻珍珠港 6艘航母为主力舰队 一路保持无线电静默 兵至夏威夷海域 凌晨6点20分 海军中将南庸中医收到进攻命令 183架挂载鱼雷和炸弹的舰载机起飞 突袭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巨大的爆炸声震醒了休息的士兵 他们还以为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第二波负责空袭的168架舰载机也被美军雷达发现 可空防司令部认为 这些不明飞机是新研发的B17轰炸机 他们下令关掉雷达不再理会 等日本机队向南云中医发回了呼呼呼的讯号后 美国海军才向所有军舰发出警告 珍珠港受袭 这不是演习 珍珠港内停靠的8艘战列舰中有4艘被击沉 一艘搁浅 3艘重创 188架飞机被击毁 偷袭珍珠港以日本完胜告终 但收到战报的山本56却高兴不起来 他原计划突袭之前的半小时 向美国发送公开宣战的战报 可由于种种原因 珍珠港被袭击20分钟后 美国才收到日本的宣战通牒 山本原本就不算光明正大的宣战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卑鄙偷袭 他计划中的核心目标 是要击沉美国的三艘航母 但他们竟然全都不在港内 重重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 他曾承诺绝不在任期内发动战争 才获得了更多选票当上总统 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 罗斯福以珍珠港事件为导火索 宣布参战 明显给美国带来了更大的好处 战后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 控制了西德和日本 还在全球建立了军事基地 所以山本56到底是真的偷袭成功 还是罗斯福的将计就计 你会怎么看 1942年4月18日 美太平洋舰队悄悄逼近日本 大黄蜂号航母上16架B-25轰炸机起飞 在东京上空投向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 日本举国震惊 欲人天皇催促海军反击 6月4日清晨 山本56亲自坐镇大河号战列舰 指挥一支先前部队 进攻阿流申群岛 把美军战舰吸引过去 再让南云中一带着四艘重型航母 偷袭中途岛 可他这套声东机器的战术 已经被美军情报局魔术小组破译 毒鬼山本自以为捏了一把王炸 可美国已经出了老千 日军的动向被尼米兹全部掌握 他集结75艘战舰埋伏在中途岛一带 三艘主力航母上的舰载机挂着鱼雷 随时准备起飞 清晨日军舰队108架舰载机进攻中途岛 岛上的美国空军受到命令迎战 日军并没有占到便宜 趁着日军舰载机外出 美国航母也派出了两波鱼雷机 可惜这些美军飞行员技术实在不行 鱼雷不仅一发没中 还被鬼子干掉了几十架飞机 山本56没想到美军飞机来得这么快 就让手下南云中医调查一下 附近是不是有美国航母 南云中医却一口咬定 这些飞机都是中途岛上的飞机 还命令把准备炸航母的鱼雷全部拆下 换上准备进攻中途岛的高爆炸弹 士兵们手忙脚乱的刚拆了一半鱼雷 又一波美军鱼雷机来袭 日军侦塔机也发来情报 周围确实有美国航母 南云中医大惊失色 大喊一声巴嘎 就让甲板兵把鱼雷再装回去 为了赶时间 这帮鬼子居然把卸下来的炸弹 堆到了甲板跑道上 日军舰带机没了弹药 还无法降落 只能像眉头苍蝇一样乱转 就在这时 企业号航母33架无畏式轰炸机出现 美军上位迪克·百斯特 用一颗炸弹击中了赤城号航母 甲板上的炸弹堆 创造了一发炸弹 击沉航母的奇迹 南云中医向山本报告 赤城号没了 但我们剩下的三艘航母 足够对付他们 不到五分钟后 南云又向他报告 误好了 卑鄙的美国人偷袭我们 加克号和苍龙号也被击沉 我们只剩下一艘航母了 山本下令做困兽之斗 神风特工队出发 撞毁了美军约克·陈奥航母 美军·百斯特上尉再次起飞 与其他三名飞行员 合力干掉了飞龙号 创造了一人一天 击沉两艘航母的壮举 晚上10点50分 绝望的山本再次收到 南云中医的报告 敌人还有四艘航母 我方航母全灭 中途岛一战后 战略主动权转移到了美军手中 山本56网图短期踏入 美国本土的计划搁浅 但此时 日本海军舰队的规模 依然是美太平洋舰队的两倍 山本56不相信 美国会以劣势兵力主动进攻 就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空军基地 以环形防线封锁美军 见证了甲午和日俄战争的山本 依旧相信 只要赌上一场海上大决战的胜利 就能赢得整场战争 而这次大决战的赌卓 他定在了瓜岛 他亲自指挥了瓜岛周边的两场海战 支援日本陆军登陆瓜岛 这让战役中 日本海陆两军罕见的没有货坑 因为支援瓜岛的日本陆军司令 金村军大将是山本的多年独有 山本56为了强攻瓜岛 甚至不惜让航空兵和陆军一起登陆 但不仅没能扭转战局 还让海军损失惨重 失去补给的陆军 也在瓜岛上数以千计的病死饿死 他又一次赌输 只好和金村军一起退手拉包岛 金村军在这里 集结了十万太军开荒种田 山本56则是日复一日的派空军 继续轰炸瓜岛 为了树立身先士卒的形象 每次送走一批飞行员 都要一直站在原处等到他们回来 这令日军飞行员非常感动 不想让山本军失望 明明损失了21架飞机 只击中了3艘美军军舰 偏要谎报成击落战机10架 击成美军26艘军舰 山本56满意的笑笑 下令再去轰炸新几内亚 这次机队只击中了5艘舰船 却又要骗山本说 击沉了28艘军舰 干掉了200架底机 这帮鬼子看到山本司令不再绝望 他们也是打心眼里高兴 山本56每天听着捷报 以为美军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就迫不及待的要去前线视察 鼓舞士气 飞行员们大惊失色 此命阻拦也劝不住 只好让他登上专机 为了司令的安全 下属们将山本的详细行程 报告给了各个部门 却不想密电早已被尼米兹截获 尼米兹起先还在担心 暗杀山本会不会造人唾骂 他死了会不会有更出色的将领代替 可他手下的马屁精却奉承道 山本对于日本就像您对于美国一样重要 听后 尼米兹说服了罗斯福 制定了击毙山本的计划 1943年4月18日清晨 山本56和参谋长宇元禅 分别成两架轰炸机飞往前线 六架零式战机以33编队分成两队 在两侧护卫飞行 途经布甘维尔岛时 一架护航的零式战机窜到前方 做出了防御手势 云层中窜出了18架美军P-38闪电战斗机 针对山本56的猎杀行动开始 警场战斗仅持续了三分钟 两架轰炸机都被美军击落 还击落了三架零式战斗机 直到第二天 山本56的尸体与乘坐轰炸机的残骸才被找到 可笑的是 死去的山本左手还握着军刀 右手还戴着白色手套 叠放在左手上 他的左胸口处有一处伤口 流出的血已经变成黑褐色 身旁躺着的是军医长高田六郎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 山本56早在坠机前就已经毙命 坠落后 濒死的军医长担心燃烧的飞机烧掉山本的遗体 便把他拖出机舱摆出姿势 想要借个海军之花保留最后的威业 山本56被火化后 他的骨灰被五藏号战列舰带回日本 日本为他举行了国葬 并追授元帅军衔 海军还曾建议为他追授南爵爵位 但东条因机以败军之将不配分爵位 又否定了建议 他的儿子山本一正 搬到了东京读书 想着考上海军大学后为父报仇 两年后 李梅就送来了东京大轰炸 烧毁了山本一正的房子 等到山本一正加入海军时 美国又为日本送来了胖子和小男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后人评价山本56 经常将他归为日本反战派 并认可他的军事才能 他从小就被军国主义洗脑 相比其他疯狂主战的日本军人 所谓的反战态度 只是见识过欧美的强大后 选择更保守的侵略方式 想要通过武力 胁迫别国占据有利条件后 再慢慢控制 军事上他更像个贪婪的毒鬼 为了达到目标而孤注一掷 一个侵略他国的战犯 绝不值得被吹捧 罪恶之人终将永远被盯在 历史的赤武柱上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关注 为你带来更多硬核故事 我是Tiger 我们下期再见